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蓝欢迎来到民主阵线啊 那么抱歉啊给大家现在才做节目因为飞机上飞了12个小时啊从天津直飞的 那么我现在呢是在这个塞尔维亚啊 然后呢这一次呢就是塞尔维亚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格威纳啊 还有这个黑山这边呢就晃一圈啊晃一圈 然后呢也来看看这边啊因为波黑啊和塞尔维亚对中国是免签的 黑山呢只要办那个两个人你只要有两个人你可以办那个啊邀请函就可以去了啊 那么这边国家呢也属于是兄弟国家啊 那么呢我呢这一次也是特地要来啊 这个啊这个给我们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啊 我们的纪念碑我们同胞的啊纪念碑啊献花啊 这次也是我专程要来一趟 因为呢现在这个北约啊在这里开会 对吧在立场上开会很牛逼哄哄的啊 然后呢处处呢都是针对中国 那么我觉得有必要啊作为一个爱国博主啊 有必要要亲自要来来一趟啊 那么这个坐飞机呢啊一路也感觉到啊也挺提心吊胆的啊 因为之前不是这个塞尔维亚航空啊被这个进入北约领空的时候不是被美国的这种战机 F16战机啊空中骚扰啊 那么我在因为你进入他这边你要进入土耳其嘛 往南段走在乌克兰那边再打仗 本来这个航线它应该都是从俄罗斯那边乌克兰那边这样子过来 那个维度过来就很快啊 但是现在呢只能往土耳其黑海南岸这一边 然后你要进入到保加利亚啊 我们进入保加利亚这一段都属于北约的领空嘛 对吧啊那那其实也是挺担心的 那最后呢也是平安落地啊 这个第一时间呢也给大家更新节目啊 因为之前有老铁去了黑山啊 我看了他朋友圈发的 然后我也问他 然后他说黑山那个地方很值得去一趟啊 那个自然风光景色非常好啊 我也觉得呢啊也是这个疫情到现在也没出来了啊 出来看看啊 西欧那边呢我也是不感兴趣 那边已经玩你了啊 我们就到报尔干巴兰来看看 那么这一集呢主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这个斗争已经白乐化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这个呃 国防科大去世的那一名啊 我们的这个冯教授啊 他呢是搞这个军事AI的啊 那么现在已经通报他是车祸去世了 那么 他跟我之前讲的张大斌教授啊 张大斌教授是接绑啊 员啊 啊 龙平啊 搞这个啊 种子研究的啊 杂交水也到的啊 对吧 习总提出来要保护啊 要这个建立自己的这个粮食总业安全 那么 我们就看到了张大斌教授就说就出事了啊 他是这个车祸 那么包括现在这个冯教授啊 冯阳赫教授 他呢也也出事了 也是车祸 那么短期内两名科学家啊 都出车祸啊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国家安全力呢 是要介入调查一项 然后呢 今天我也看到一个一个声明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央政法委书记啊 是原来的这个啊 这个国家安全部的啊 部长陈文青 陈文青呢 他也说啊 要增加这个隐蔽战线的这个工作 什么是隐蔽战线啊 啊 就是我们要增加这个谍报活动啊 也要增加在这些看不进的领域啊 隐形的较量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啊 我们的声音啊 国家也听到了啊 所以呢 马上就是发表这个声明了 啊 因为这两个科学家啊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他们就是背后被谁给给那个 被西方的势力给干掉的 但是啊 短期之内两名顶级专家 以同样的方式死亡 因为咱要说 在中国你想要弄掉一个人 其实蛮难的啊 你说开枪嘛 中国是进枪的 那你说怎么呢 你说你说用什么黑社会 中国现在打黑除了很厉害 啊 那唯一的方法可能就是啊 这种车祸 所以说呢 啊 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 不能大意 尤其是对科学家的保护 因为我老没说过 美国对中国的 技术铁幕啊 包括新冷战 它主要的 美国方向很明确 就是我对你保持技术领先 你就败不倒我 我就能胜利 所以说呢 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也很 也很蹊跷 所以说 这个技术铁幕这件事情 啊 它还有包括就系统性的 啊 定点清楚我们科学家 啊 你看看这个伊朗 包括以前这个俄罗斯 有一些专家 像什么伊朗啊 啊 像俄罗斯啊 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 啊 主要是美国啊 看不上的 啊 他们有些要害人物啊 都会出事情 尤其这些科学家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那么现在呢 美众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 聚焦于抗衡中国 据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官网消息 美国众议院于7月14日通过 2024财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法案中包括加强美国核态市 支持台湾防务 全面资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 盟友和伙伴的军事演习 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进行三千审议 美中院时输日以219票赞成 201票反对的差距通过 总额高达8768亿美元的 2024财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消息称 2024财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增加了美国的核态势 改善了该国导弹防御 加速了高超音速技术的交付 以阻止中国和俄罗斯迅速 扩张的核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库 该法案还指出 将要求美国防部 向国会通报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任何 合作实力 禁止美财政部与俄罗斯 分享该国和力量信息 禁止美政府与俄罗斯 分享该国和力量信息 并为核三文一体现代化 提供全部资金 2024财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重申了美国对台湾防务的支持 辨识出将授权美国 特种作战部队 继续训练台湾和其他伙伴国 以抵抗中国的侵略和恶意影响 将全面资助于美国在太平洋 盟友和伙伴的军事演习 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这是美国众议院最新的 对中国的敌对态势 美国国会的 那么美日正在为应对台海冲突 制定行动计划 华尔街日报报道 原以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和日本正在制定一份 接待应对台海武装冲突的行动计划 报道称 双方在试图为应对台湾冲突 制定一份行动计划 议题包括补给路线 导弹安装地点和 难民疏散计划 日本表示 愿意通过提供蓝料和其他材料 对华盛顿进行支持 报道指出 华盛顿与东京就这方面的讨论 已经持续超过一年 报道还称 美方在劝说 东京考虑让日本自卫队 承担 诸如此在台湾周边海域 搜寻中国大陆潜艇之类的作用 但日方尚未就此做中 最终决定 那么大家也知道 现在中美之间斗争白乐化 一个呢 我说过内部 包括最近还有整肃这些 好像跟美国好像有点关系的这些 喉舌媒体 然后呢 还有包括 我们可以看到 内部 对白左的这个打击 北京现在 就报道这个喉斗 包括报道 南南聚众淫乱这些事情 都是非常的 这个入骨的 肉麻的 直接报道 他们的这种行为 所以我也说了 我说有可能国家接下来 可能因为俄罗斯刚刚立法 禁止变性 也禁止LGBTQ 那中国是不是也要立法 禁止变性 禁止LGBTQ 甚至说禁止南同 如果说发生这种行为的话 就是要把你给关起来 判刑 所以这个趋势在慢慢发展 所以我说过 你们自己要节省之号 所以说呢 中国跟美国在任何一个维度 无论在宣传舆论 军事 科技 政治 经济 外交 文化领域的这个对抗 非常激烈的 包括美国也很害怕中国 因为中国的这些APP 中国的这些 大数据的这个算法 在深刻的影响着美国 青少年儿童的这种思维方式 所以这个 中国有很多这种 目前的这些APP 也确实起到这样的作用 所以美国呢 以国防安全为由 要想要搞掉这些APP 但是呢 它这个属于是在打自己 资本主义的这个脸 所以说现在 美国国务院 美国这个国会 中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 已经禁止跟俄罗斯 分享这个核态势 跟中国那是根本就不可能分享的 所以中俄现在就更加紧密团结 要对抗它 尤其是美国要在 日本这里要发力 还要搜寻什么核潜艇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中美的对抗 是不是就是以我说过的 水下军事对抗为主 现在就是美国很着急 就是美国发现不了中国的潜艇啊 这个事情让它很恼火 发现不了中国的潜艇 就意味着美国 它的不安全感是很巨大的 但是你日本要来搜寻中国的潜艇 那不好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 解放军将在日本海中部组织 北部联合2023演习 7月15日消息 根据中国两军年度合作计划 俄罗斯军队将于近日派出海空力量 参加中国联盟解放军 北部战区在日本海中部组织的 北部联合2023演习 此次演习科技为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 接待提升中国两军战略协作水平 增加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应对各种安全挑战的能力 大家知道啊 中国的北部战区 现在就是负责黄海和日本海 所以现在重要的就是 让俄罗斯搞一个军港出来 让中国的军舰能停靠在这里 或者你朝鲜搞一个军港出来 让中国军舰能停在这里 北部战区海军不是在黄海 渤海里面洗澡堂的水 是要开到日本海 在这个地方的中部 对准美日进行军事打击训练 就是如何消灭掉驻日美军 驻韩美军和日本的自卫队 你要摆出这个姿态 那我就摆出这个姿态 你们不是喜欢 什么北约要进亚太吗 可以我们在这里搞 那现在我们在这里搞 这个军事演习让俄罗斯过来加入 就在你日本家门口 给你强大的军事压力 所以大家要说日本海 我们也是个日本海国家 只不过是过去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 我们这里出海口失去了 但是当我在吉林浑春 一眼望三国 那边看到日本海的时候 心里面还是挺唏嘘的 这个地方这么近 对吧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 要让它更加削弱一点 让它更加让步 我们在这里搞一个军党 直接停靠在这个地方 对吧 俄罗斯的海军嘛 除了河潜艇 其他水面径艇也就那样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这一次 我认为非常牛逼 中方编队起航 参加北部联合2023演习的 中方海上编队 今天从青岛某军港 捷栏起航 奔赴预定海域 遂行演习任务 九十四十五分 军委机关 北部战区北部战区海军 在码头为海上编队举行 出航欢送仪式 伴随了两量的军阅声 编队舰艇缓缓实力码头 加班上官兵精神抖擞 整齐列队挥手告别 中方海上编队 在导弹驱逐舰 七七哈尔舰 贵阳舰 导弹护卫舰 早庄舰 日照舰 以及综合补给舰 太湖舰 组成 携带舰代直升机四架 五艘舰船 都执行过 许多重大任务 早庄舰 贵阳舰 在第36批 雅丁湾护航任务中 刷新了 人民海军 连续航行时间最长纪录 曾创造人民海军 水上 水面阶级海上 执行任务 184天不靠港 修准的远航纪录 日照舰 因重大演習任务 完成出色 被北部战区评为 备战打撞了 刑警代位 编队抵达玉地海域后 将与俄方参演兵力 展开联合军事演习 给大家看到没有 对不对 制裁摆得很高 而且现在海军的 将军升官 都必须要去 雅丁湾参加护航 在雅丁湾那边 也是实打实地 要和海盗去周旋的 海盗在那边 还要面对着 美国第五舰队 这也是炼胆的 所以说 美国跟日本 想在这里准备些什么 中国也在这个地方 就用军力来震慑你 五条军舰 过去 水下至少有 三到五条潜艇 也在那边搞 对吧 所以我个人感觉 从东北这个地方 战略轰炸机 战斗机直接可以 从那边开过去 俄罗斯领空对我们开放 陆军也可以抵达到那边 对吧 所以说 中美 对抗 主战场就是什么 就是日本 所以日本为什么 天皇要把安倍晋三给处决掉 就是这个道理 中美要打 战场就是日本 你日本 你想死吗 这就是很现实的道理 你喜欢把北约引进过来 你可以引进过来 没问题 但是美国的战略界 包括波勒金斯基 就都讲了 绝对不能够让中美的战场 在日本 因为没有了日本 美国就没有任何一切的缓冲了 所以日本是美国的缓冲 我们讲 西藏是中印之间的缓冲 蒙古是中俄之间的缓冲 那么中美之间的缓冲 就是日本国 韩国 你们要参与吗 你们想跳吗 跳 那咱们就玩一把大的 对不对 咱就实打实的玩一下 所以说 现在大家要知道 这个斗争是白罗化的 所以美国在这个谍报这一块 特攻这一块 对中国的渗透力 是使出浑身泄数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些 对吧 人才都是要保护好的 包括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要提高隐蔽战线的工作量 好吧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板 喜欢你的订阅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谢谢